日本从周二十一日起重新开放自由行 外国旅客不再需要签讯或跟团即可入境 在边境大幅松绑的第一天 大批迫不及待的旅客们抵达了东京雨天机场 日本目前已经取消入境人数的限制 外国旅客只要持有三剂疫苗证明 或者出发前三天内的阴性报告 仅有可以免除检测和隔离 在日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 日本政府希望相关产业能够因此受益 由于日本先前维持严格的防疫限制 使得仰赖外国游客的观光业受到严重冲击 现在旅客终于要回到日本 让业者们相当期待 不过虽然日本在戴口罩的规定上放松了许多 民众依旧习惯自发性的戴上口罩 与国外大多完全开放的情况并不相同 许多人担心双方之间可能会产生文化冲击 为了减轻外国旅客对国内民众带来的冲击 日本政府表示将会进行各种宣导 让民众对口罩规定有更清楚的认识 另一方面 日本内阁已经向国会提出修法的议案 让旅馆业者在遇到不配合防疫措施的旅客时 能够拒绝客人入住 新唐亚特电视李毅宏综合报导